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杭州旅游拿拿奖金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事情 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比赛吧 EI地图 云飞对阵木 木这边是出生在地图的右侧 蓝色蓝精灵 这边开局也是比较常规 MK首发不过是之前EI地图上两个人是对抗过 当时是大法师队的DH 这一次是两个人都做了调整 但是MK对阵warden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这种传统理论是说 这个MK是要略克制一些warden的 但是实际的情况我们要需要来看一下 还是根据场上的一个情况 这个也是瞬息万变的两个人这个状态啊 包括操作的时候这个 这个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也在里面 第一组练段依旧是一个雇佣兵的勾电盾 其实MUN这个勾电盾还是可以说是比较教科师似的 这两个精灵挂在这边大家可以学一下 来看一下MUN是怎么勾电盾的 用两个精灵加的勾电盾 看一下 看到对手这个农 Footman过来这时候 可能没有去勾 需要去勾了 对 两个精灵一加 这样的话AC这个电盾勾出来 这边是多准备一个精灵的 不过以前的话就一个精灵 两个精灵就好了 现在就多准备一个精灵 防止对手过来强拆这个夹 我们这边做的也是比较到位 可以说是 家里的话Footman持续在骚扰小精灵 MK第一个时间点的话 是出来练了一组工兵 同样的点位 打了一个加9的爪子 MK在前排的输出也是可以的 这个确实也比较实在 当然大蓝牌一类的 不是大蓝牌 蓝牌一类的东西 可能MK更开心一点 当然做人要知足 这个知足长了 这个爪子要比其他的 东西要好一点 也是 我能练到2以后 这边打了一个 对 这是做人要知足 你看一下沃人这个防御加3 对不对 比如这个防御加3 要开心了 再吃一个明天说 这个沃人的防御高的不能再高了 睡睡开分框 那MK这个套路 应该也是开分框的一个套路 来看一下 不过MK刚才那链断的话 是伤了不少的血 这个血量的话 一定召集黄瓶 短时间给加一加 这个小精灵 诶 这个位置控制得很好 并没有摸到 持续的在勾这个精灵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恢复 可以说是确实恢复的不错 也是令我在三四年份 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 感觉他这个状态的话 确实是恢复到一个九成左右的状态 来基本上已经 在的时候他拿到 这也是和这个韩国选手这个职业素养 和这个训练的时间量有关系 他可能这个训练看起来的话 估计是完全按照在俱乐部里那种训练量 来训练的 可以说也是一个比较刻苦的一个选手 因为这个自己这么在网上打一打 那种链和这种系统上的训练 还是有不一样的 为什么现在这个国内的一些半职业的 选手哪不是成绩来 也就是和这个训练的程度和这个方式有所不一样 就是他没有经历过俱乐部这种系统 那种的针对性的训练的话 可能温等人是留点的 两极温等 过来看一下分框 分框还没有好几了一根塔胚子 没有伐木场上应该是圣塔的一个节奏 这边第一轮过来福特曼的压制 绿皮又招了一个黄皮 这一波直接取消掉 这精灵也没有自爆掉 两组黄皮一个绿皮 而温等首轮压制的话 过来一个刀阵 这今天是留了点的 所以说直接生了一个刀阵 卡也是取消掉 咱们可以回来一个锤子 咱们可以还是有蓝的 这时候还想杀一个农民 温等人是砍掉一个 远程单位再打一个 直接用TP 躲掉了这个锤子 这边在造的农民 全部被杀掉 而新装装的农兵的话 需要等一等这个时间 这样的话确实是拖了不少的时间 温等这一波 一个TP也大赚 而且经验也拿到手 三级的温等到位 推出 你的手 分框我们看一下 再次摆下 这样的话 其实刚才是损失了一个分框的一个时间 但是温等这波骚扰 确实压制到了英肺 这波普特曼加黄绿皮继续过来压制默认这个分框 我们这边是守在这边的 直接一发毒针 打在了黄皮 黄皮是倒地 我们可以支援上栏 这时候需要找位置 因为对手 这边是有隐身的 天黑 可以隐身的 所以说这个MK 这边撞到了温等怀里 表示好软 温等表示给你一发毒针 让你软 水子又定住了 这个Warden 独特是在扎这个绿皮了 觉得这种高富帅还是比较好一点 MK这种有点矮挫 MK继续往上追 这个加油的爪子要用一下 一发毒针 又针给了MK 这个矿很难打掉 有这么多女猎在这边防守 说是MK有点不招 又一发锤子 MK继续转圈 这个血量是10区在往上掉 我觉得HT这边可以转身输出一下这个MK 分矿还很有危险 这边运发毒标 在回程期间 这个毒针是没有效果 但是回程以后我们看一下 看到回到分矿位置吧 要死了 没有黄皮奶 直接被毒针 毒掉了这个MK 这样的话 可以说为了打这个分矿 因为这边 这个回程是没有成功的躲到这个伤害 虽然躲了一部分 但是回程以后这个伤害是没办法躲的 这样的话 部队 配合 Gordon 这边练一下急 打了一个加6的爪子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MK这边是 看下应该是买出来的吧 这个状态的话 应该是买出来的 这个速度应该是三级的MK 不可能这么快复活出来 大叔的话是吃一吃树 吃树不树 过来做一波练集 MK继续过来骚扰 这时候这个 主要是现在这个MK的状态有点差 这个纯靠物理输出的话 并不占很大的优势 过来也无非去看一眼 二本这个建筑 但是现在二本还没有升起来 过来的有一点点早 卧人这边 过来个小精华 你们对这些富特曼有想法 MK过来 无非是敲一敲这个小精灵 利用单船 回到家里 给一下这个暗夜这边压力 减小一下自己分框的压力 其实现在分框 就是一根圣法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尼菲这一波也是一个微微旧照 不过这一个MK单身过去的 小精华和群补 合起来 卧人这边 强行到中间 买了无敌和群补 就换一下位置 双线练掉 女人点位 这时候分框已经在缠绕 这个进度的话 不比人族的 农框慢多少 因为人族还要补一个塔 所以说这个经济也是 并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这边这个小精灵的位置 其实相当好 基本上卡住了 因非这边 出动的这个主框 出动农民的这个路线 只要你一敲农民 我这边就能看得见 黄皮 两组绿皮 招这个工农兵 确实招的比较多 你这时候想要扛人 这一波富特曼 确实是 也难受 招工农兵这么扛一扛 会比较舒服 那我这边已经四级了 这个 我等的等级 确实是 让你飞这边 有点措手不及 这几波损失农民加富特曼 量有一点点多 而且我等的MF 还一直没有受到压制 继续过来 骚扰 小女人已经过来看一下 能不能抓到点什么单位 没有练鱼人 实际上MK在这边 博一本经验书 这个时间点好像是没有不到 精灵是看到了 直接一发锤子给到了精灵 那这样的话 暗夜这边就可以双线进行练断了 这边一个无敌漂亮 躲掉了MK这个锤子 这个刀阵的话是 站位有一点点走 直接一发独阵带走 这个黄皮 这个富特曼的话是没有甩到很多 打了一个头环 给到窝顿 刚现在已经到5了 这个窝顿练的有一点点快 因为这波节奏很差 因为刚才这个MK死掉了以后 自己这个分框 包括竹框这个二本的建筑 二本的速度 二本的建筑都会晚一点 毕竟是一个三 这边这个锤子 直接打到这个女的手 毕竟一个三级的MK这边 是买出来的 并不是复活出来的 这个节奏 诶 想要读标 又给雷刷读标 刚才是读到一半 这个距离又不够了 看一下家里情况 分框不会连后越紧 主框的话 两个支术鼓术已经补出来 再升三本 小鹿已经做出来两个了 这个节奏的话 完全在沃尔人 呃在沃尔人这边 结奏这边 因为五级的沃尔人 你是要水 跟着富特曼 雪猫已经过来 准备哼火 分一个富特曼过来 MK的话是给到锤子 给到黄皮 利用富特曼加MK在追这个小鹿人 但是小鹿人是莫免的 这个追不太好追的 沃尔人这边 持续赚更多的经验 这一波就是拿来换经验的一个节奏 这个富特曼应该是走远啊 研究结束 雪猫带着自己的部队 这时候因为有小鹿 这个MK想要这么走的话 可能还有点困难 又一发锤子给到了小精灵 现在已经空蓝 用到自己蓝以后 等会可以单传 这个精灵的话是一不小心勾到一个仇恨 可能是 先打射了一下 中间熊猫 训练这个点还很开心的 沃尔人这边已经到我 所以说这个点的经验 应该是熊猫独拿的 沃尔人这边刻了小鹿化以后 准备去主框看一看 有什么可以骚扰的 这时候并没有重修 所以说现在往里跳是很困难 二发的雪魔 我个人感觉这个 因为有时候会过于执着于这个雪魔法师这个英雄 认为这个中后期会强一点 个人感觉这个英雄作为中后期 其实还是比较的乏力的一个英雄 不太适合作为二发 MK又到这边 看起来是垂死了一个AC 这时候其实AC对于暗夜来说问题不大 而且MK到6其实很困难的 我在这边看看有没有重修 应该是卖掉了东西 我无敌刚才是用过了 但是重修有没有重修 刚才一直在看熊猫没有发现 似乎只是过来看一眼主机地和分机地的一个情况 看一下二本建筑 我这时候是选择了三十九龙暴龙 用哪个打法 那这种打法呢 其实之前去打木耳的时候用过 当时是DH 那因为当时是压制等级压制的比较好 那把用的话 木耳选择用金龙龙来防的 效果暗夜这边防守的话 并不是特别好 那这把看一下木耳会选择如何防守 并没有选择用小鹿来防 风树的话是只有一个 那纯脚鹰的话 其实面对人数来说 人数的操约压力会大很多 但是小鹿是完全打不过这个龙鹰的 这是可以确定的 所以说基本用来打龙鹰的话 就是一个脚鹰配小黑 散发一个小黑 敬炎来打 这个脚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容易被针对 然后转出一波其他的兵种 这个是地面的兵种 然后脚鹰是没法对地面的 那这就会问题会比较大 那一波打完 我这边全是脚鹰了 那你这边龙鹰死了 然后顺势转其他的部队 这是问题所在 因为脚鹰是没法对一路攻击 也没有拆线住的 我在这边 单传过来以后 顺势抢了一个宝 一把刀阵 对福特曼 被野怪打死一个 有点贪心 这个三个福特曼 这样的话 这四个福特曼 除了一个被野怪打掉以后 其他三个也是被我能收掉 MK过来看了一眼 想赚点什么东西 那我这边能让你赚呢 我赚一时间A掉 直接开始A女裂了 这波也是心狠独 心狠手辣 龙鹰过来赚一千 偷偷小精灵 这个龙鹰的问题就在哪呢 可以偷偷小精灵 限制暗夜这边的木材 让你十分缺木 造成你这个经济的不平衡 过来直接 哎对 一直把你的熊猫压在家里 你居然不能出门 继续补了封术 看一下这里边一颗 起猫这时候就很难出门了 而Warden这时候重修了以后 自己过来单刷 这边有三个农民 MK直接定住Warden 但是MK自己也没有什么蓝了 这时候Warden比较潇洒的走掉 中间的神魔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比较乏力一点 而龙鹰的数量还没有上去 这时候小鹿可以做一个防守 等一等脚鹰过渡一下 这边是发现了 这边是发现了 控制视野的一个小精灵 直接点掉 对 这时候龙鹰主要是 牵扯你这个家里这个精力 让你的熊猫没法出去练击 所以是点点那个小精灵 我们也是 比较聪明 把精灵基本上都堆在这个位置 比较靠中间的一个位置 这样的话两边的话 你只要经过这里的话 我这边小鹿都能点到的 所以说现在点那个精灵也不太好点 家里的话 分框的话都没有了 所以说 想在这个位置点的话很困难 这也是大家学习一个技巧 你要把精灵都放在家里的话 这边想闪 躲锤子没有成功 血魔地址在抽 直接闪必走 现在这个气氛还是比较紧张的 再补一个封数 就是第三个封数了 脚鹰这边 龙鹰这边不让起 脚鹰这边已经转过来 只要是不在树林上方的话 脚鹰这边明显是对龙鹰有優势的 但是4v4的话 其实这个数量上 说这个脚鹰和龙鹰的数量越多 其实对于脚鹰方越有力 因为龙鹰的操作是压力比较大 而脚鹰只要A上去就可以了 又是一发闪烁 这时候这两个英雄的等级太低了 因为EI这样的地图还是比较小的 不像TM或者是MV这样的地图大一点 可以顺势练一下二三英雄 这个地图上的三绿芒的话 其实打不出很大的一个威力来 MK又过来看一眼 最多杀一下小精灵 直接自爆 一发锤子给到小精灵 MK想换一个五级 通过锤精灵的话 还是很困难 直接拳子单身走 Warden又过来杀农民 随便AA一发刀阵 我们可以随便一发锤子给到了Warden Warden这边需要跳了 魔还是比较多 扛起了魔棉 哎呀 Warden直接死掉了一个五级的Warden 好的 现在有三千多块钱 三千四百多块钱 这个钱量确实比较充足 两边都压着一个五十人口 所以不敢贸然的破人口 那墨尼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像这种死英雄 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事情 即使是五级英雄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钱还比较充足嘛 那我个人不太喜欢用杂技这种说法 我觉得杂技是一个扯淡的说法 说说话的人也比较扯淡 一发锤子给到熊猫 熊猫这边身上没有任何保命道具 但是这只三游熊的部队的话 似乎是对熊猫够朋友一个威胁 可能还有鞋的熊猫 又一发锤子 这两极锤子 三极锤子还是有点区别 如果是三极锤的话 这时候熊猫有点虚了就 Warden回家做一个回救 龙龙继续跟上来 这时候脚上这边被架锁住 这是还是比较痛苦的事情呢 熊猫这边 Warden直接闪烁过来 就一发刀阵 这时候其实有保存的话 可以先保存一到两个脚鹰回去 因为这个架锁住的脚鹰是可以保存的 那么这边也没有选择保存 这边直接杀掉了脚鹰 就两个从架锁中醒过来 就选择继续加锁 正面的话有点虚 因为这边操作是没有跟上 本身龙鹰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这边松开这个架锁 感觉确实是有一点过于怂 主要是这个树林的位置确实也不太好 你正常的树林位置的话 这个英雄加小鹿是够不到这个龙鹰的 那这样的话龙鹰可以比较舒服的架锁脚鹰 那这个位置的话 因为我们多次是被英废这么秀过 比如说在这个海维岛上也是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木鹰也是见惯不惯了 这个脚鹰基本上不会去跟这个龙鹰跟得很紧 一旦是进了这个树林的话一回头 那银飞这个手速 虽然是操作压力很大 但是这个银飞这个对脚鹰的这个操作 确实是个人感觉在人族里面数一数二的 你像三大人族很少有人特别喜欢用这个脚 龙鹰来打这个暗夜的 因为这一手龙鹰确实玩的也是很漂亮 但是感觉木鹰的话确实最近恢复以后 整个的状态 包括应对来说确实很准确 MK又被这边抓住 一把锤子给的心灵 这么一个一个的来转小精灵的话 确实是有一点点 脚鹰的数量已经很多了 看一下人口数 我们这边已经报到了75人口 而人子这边已经不采矿了 报完人口以后看一下因非的人口 80人口79人口 人口上限也是报到了100 这样的话79人口的人口 等会随时可以报一波100人口的部队 同时的话我们看一下并没有摆其他的建筑 生一个工房 或者这边随时准备生一个六级 刚才MK做了个假动作 那吾尔人也做了一个假动作 看到对手没有以后 直接S住 这个手速也是相当的快 直接过来刀扇了一把龙鹰 那龙鹰这个对这个刀阵的话 其实这个伤害其实并不是很高 主要还是熊猫那个火 伤害足够大 现在的话这波脚鹰在这边挂机 也是三发的小黑 小黑身上有个隐身药水 因为异性的小黑很可能被钉住 这个沉默有可能放不出来 又买个血瓶加抗魔 这个保护这个一级小黑 保护的也是足够到位 主要是在 因为这个小黑不能先手 只能是等对手加速了住以后 上去以后做一个沉默 这样的话对这波龙鹰的限制 直接过来点这个风术 可见龙鹰这个攻击力并不是很高 点的风术身上这么多八神口的部队 其实还是不是特别痛 脚鹰这边做后排一个包抄 这边是单独出了一个熊 给这个脚鹰加攻击 那这个脚鹰本身在空中的攻击单位 就是很高 52-73 这个攻击可以说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些一吼一吼又加10攻击 加16的攻击 那这样的话下限的话 就到了一个68 看一下熊猫的攻击也就那么回事 对不对 这些空中的英雄 小黑这边 专门隐身在这边 准备沉默 找位置 那龙鹰不敢打 龙鹰撤了 三英雄要往后拉扯 这波这个隐身有点用来走 小黑一直跟着自己的脚鹰不对 求你架锁 快的架锁 快的架锁 脚鹰也不上当 龙鹰这边也不上当 架锁你 脚鹰往里追的话 其实有点危险 毕竟有个塔阵 快的时间扯出来 或者这边经验还差一点点到6 脚鹰的数量已经很多了 看下 墨这边已经跌到了一个80人口的脚鹰部队 地面上呢 无非就是两三个小路 然后区区这个主要是驱散效果的 然后绿皮的话是之前买的 也不舍得A掉 打龙鹰的话其实还是有效果的 熊猫的话做一个输出 还有一只熊是用来吼的 这个兵种的搭配 针对龙鹰这部队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这波消耗完 你去再转出一波其他部队来 这个就受不好了 MK这边 捶了 这时候MK有单船 所以说并不是特别害怕 血量足以支撑这支部队输出 因为脚鹰是打不了MK的 地面这个部队输出很少 主要针对对面的龙鹰的 这个脚鹰的数量也是铺天盖地 银飞看着也是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支部队的话 其实主要的 获得这边又过来 转的排人A 估计这一波的话没有刀扇到东西 奴命也没有杀掉 还是想要赚点便宜 MK过来继续找小精灵 但是发现家里兜了一圈 骨筐都已经爆掉了 而因为这边 存框就说 刚才没有踩了一段时间 现在又开始 现在还是没有在踩 做一个存框 MK再看过来 这个技巧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干了以后 我等应该是刚才是看到这个情况 但是没有选择效仿 因为这个精灵一旦出来的话 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龙鹰一直在找这个精灵来上 这两边形成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对峙 这个确实是高手之间 现在胜负只在一瞬之间 现在 鸩匪主要是想拼一个5级的MK再打 因为这个两接锤子和三接锤子还是很大的区别的 加上一个虚无的话 很可能对秒英雄比较好秒一点 因为想要拼那个帕拉丁肯定是没有办法 主要是想拼一个5级的MK 这样的话虚无加一个锤子 顺势秒一波英雄 我等你过来杀农兵 偷下无点蓝 无敌再次躲掉这个锤子 已经是这场比赛的第三个躲了 应该是 两个无敌躲了两个锤子 TP还躲了一个锤子 这样的话可见Moon这个状态确实是很好 Warden这边倒6 看他会不会选择升这个大招 直接闪烁走 这个闪烁还是很帅的一件事情 其实Warden真正能坏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但是关键就是往往是发育不起来 大家不要看到6G的Warden这么猛 但是给你一个6G的Warden 如果对面发育的很好 三矿四矿的话 你这个Warden也有作用不大 关键看这个情况 看地图 由于是BOE 所以说EI张地图就决定了人组 没有办法去开很多的矿 那么K这边两个人够和谐 谁也不动 也不读标也不锤 情况这边堵一个位置 这MK估计是要单船了 锤子锤了一下熊猫 直接喝满井水 看一下来到商店的话 要买点什么东西 无敌吧 可能是 你真要水 吃掉 再买一个无敌 MK则过来继续杀小精灵 两个人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现在这个80人口的部队 谁都不敢增长 银匪这边的采矿又恢复了 因为这个再不采的话 有可能就是别人的钱了 而是我已经倒6了 随时可以放一个大招 又过来杀一下农民 这波尸体的话看一下 会不会给一个大招 利用这波尸体 又闪烁进来 这个尸体应该是足够了 抗魔腰带顶起来 保存了一下农 避难一下农民 应该是 这边避难会一个残血农民 或者这边神兽走 最终也没有看到 荣大招一直在蚕食 因此这边农民 而木认这边也是学乖了 精灵也全部拖出来 因为短时间内 农云也不会过来骚扰了 而木认在后排是坐了两个车间 来出这个飞机 其实刚才我已经看到这两个车间 但是不太确定它是转坦克还是转飞机 感觉这个时间节点出飞机的话 有一点点晚了 对 毕竟 脚婴这个数量实在是上来太多的 而且熊猫已经三级 这个时间节点的话 熊猫碰一碰 完全飞机站不住 还不如出一点地面的不对 感觉 出一点骑士 感觉会好一点 骑士加坦克 因为正面的话 天空我就不管你了 我纯地面部队来打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木认这边的钱还是比较多的 这是 因为 尼飞这边比较头疼的问题 他的经济并没有占一个很大优势 飞机配合龙龙 继续过来打 那木认这边也是做好准备 熊呢 准备吼一下子 小黑过来前排看一眼 我在这边抓紧时间回来 6G的温等 现在身上有无敌的 这个也是买了群补 两张群补在温等身上 群猫身上有没有一张群补 回程也在群猫身上 小黑的话 这个保命道具就更多了 因为一级的小黑很容易被秒的 mk随便来一个锤子的话 小黑就小身边有点不招 地图上我们来看一下 茫茫的空军 木认这边已经报到92人口 影片这边依旧是80人口 这波先报人口的 木认有可能会主动上的 因为这时候报人口了嘛 这个时间节点 如果不主动上的话 这个墙维修费会比较高一点 对现在是4块钱4块钱的 踩了一边 波登这边 回来喝一喝井水 蓝牌剧捡起来 家里是没有精灵的 现在mk是取不到东西 没准备的情况下 精灵都被木认这边拖走了 拖在比较 靠谱的一个位置 准备上了准备上了这一波mk需要单场回去 这波 也是两个人在网约华权联赛以后 真正的大赛当中的一波 很关键这一波空军的护拼 脚鹰上了这波分框塔并不是很多 直接上来打 我在这边跳进去 枷锁 枷锁数量还是不少的 走速很快 但是 脚鹰数量实在是太多 石鹰这边被钉住 龙鹰死得很快 因为这个是一个锁链式的 你死一个以后慢慢的 脚鹰数量越来越多 天上已经全都是脚鹰了 地面上 三龙熊对三龙熊也完全不虚 飞机兴出来直接被灼掉 水猫这边很危险 那正好 水猫身上是有保密道具的 是有回程的 而且三龙熊你秒哪一个也没用 我认是有保密 然后小黑也是有无敌有血平 所以说这时候想要杀鹰熊也不太现实 这把银飞也是很明智的打出GG 那这样的话就进入了败者组了 银飞这边 我们的话成功进入下一轮 感谢大家收看也欢迎订阅 这场比赛确实是 决赛来的很快很短暂 但是两个人确实准备了很长时间 酝酿很长时间 尿码